白天她是为民除害的检察官,但到了晚上,她却化身恶魔,专挑女性下手,而这一次的目标竟然是领导的妻子,她熟练地戴上手套,打开冷冻箱的锁头,随后拿出镇定器,以保证女人不会被腾晕过去,紧接着挑选合适的器具,她要狠狠地将女人折磨至此,房间里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,她收集起拔下来的牙齿,心血还在一滴滴地落下,但男人脸上却露出满足的表情,折磨后又把女人关进冷冻箱, 直接将温度调到零下四十度,随后反复擦拭现场的每一处坐腕痕迹,作为一名检察官,她当然深知如何彻底心理现场,以确保自己不留下任何证据,她对着镜子整理下衣服,直到天亮才放心离去,然而高官的妻子被绑架,引起警局内很大波动,强哥带队到案发地走访,却得到了令人惊讶的消息,只见一个小男孩指着远处说道,可怕的叔叔在那里,强哥顺着手指方向看,一个神秘的男子正在打电话,他定睛一看, 正是身为高级检察官的阿北,随后强哥用身体挡住男孩,他告诉男孩,不要跟任何人讲关于可怕叔叔的事,回到警局立刻对阿北开始调查,资料显示,从他当上检察官开始,十年之内,他的周围一共有六人离弃失踪,但由于时间上并无关联,管家范围又各不相同,所以无法定性为连环杀人,并且最后也只找到四具尸体,强哥通过分析得知, 想要如此方便隐秘的抛尸杀人,那就一定需要流动性强的工具,而结合之前发现的四处抛尸地点,都靠近领海位置,所以判断抛尸工具一定是船,强哥找到黑客,终于查到了在四处的抛尸地点,有肉缸记录的嫌疑船只,立即锁定目标,而此时船上刚好没人,强哥和徒弟走进船内, 发现一个可疑的冷冻箱,砸开锁打开箱子的那一幕,彻底把两人惊呆了,昨天失踪的高官妻子就躺在里面,牙齿全部被拔,二人早已被活活冻死,加持小男孩昨天的指认,不用猜高级检察官阿伟就是凶手,但现场早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,而且仅靠小男孩的目击证词,根本无法将阿伟定罪,既然如此,一向不守规矩的刑警强哥,为了不让这个杀人魔逍遥法外,他的心里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,决定已恶这, 以报是报,在韩国最不能惹的就是检察官,可眼前的男人却直接把他打倒,随后将摘有检察官血迹的手套,偷偷藏进衣服,大摇大摆的离开,接着来到案发现场,把血涂在桌子上,而这时阿伟刚好从警局出来,正在他要上车离开时,碰巧遇到了强哥的徒弟,阿伟意外听到这个消息,害怕自己谋杀高官妻子的事,东窗事发,赶紧来到作案现场,在看到强哥离开后,他来到屋内仔细寻找证据,果然在桌子的侧面, 发现了刑警强哥伪造证据的血迹,就在他用力清除自己的血迹时,强哥拿着手机突然出现,并且把这一幕全都录了下来,因为徒弟根本没收出案发地点在哪,只有凶手才知道这个位置,眼见事情败露,阿伟趁机逃走,追逐中两人来到废弃的工厂,二话不说直接就动手,强哥用脚踩住他的手,却没有一点要求他的意思,只是冷冷地问他,你修行杀了多少人,眼见阿伟还不说实话,随后阿传直接掉了下去,阿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, 强哥脸上露出了诡异的表情,第二天强哥向记者展示神秘展柜,里面竟然是满满一排牙齿,随后详细说明了阿伟的罪行,并且说出了阿伟还活着的消息,就在众人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,意外又发生了,强哥赶紧来到案发现场调查,发现女主人死在卧室,在睡前还服用了安眠药,丈夫则在书房带着耳机死去,两人都听不到彼此房间的声音, 这说明凶手十分熟悉死者的生活习惯,通过调查监控得知,只有死者女儿小美进过房,并且在三分钟后就打了报警电话,询问钟小美表现得十分悲伤,声称自己父母没有任何仇人, 强哥在审讯室外观看,总感觉哪里不对劲,于是他关闭惊恐的声音,似乎发现了什么,接着强哥走进审讯室,拿出小美的资料,说道, 19岁考入首尔大学心理专业,20岁去了美国深造,22岁就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,可回国后却当起了社会记者,并且刚才自己关掉声音,发现小美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悲伤,所以排除掉一切不可能,剩下唯一的可能就是小美傻了,警察在现场没找到作案工具, 根本无法给小美定罪,毕竟这么柔弱的女子,想要在三分内杀人,并且清理现场显然不大可能,但现在没有证据,强哥只能先放小美离开,随后跟踪来到他住的地方,发现小美收到了神秘礼盒,而里面装的竟然是那条狗的骨灰,小美邀请强哥上楼参观,让他光明正大地来调查,进到屋内发现摆满了各种奖杯,强哥说作案工具一定就在房间内,实际上也没有完美犯罪,小美却表示根本就没有作案工具, 回到警局的强哥梳理案件,仔细回想自己有没有遗漏的线索,随后来到鉴定科询问,结果得知作案工具应该是把锤子,并且要杀掉大狗一定提前打过镇定剂,于是向工作人员索要狗的尸检报告,法医说狗的尸体当时就火化了,只给遇害的夫妇做了尸检,想到这里,强哥明白了,小美是在处理现场时, 把用过的凶器和当时穿的衣服都塞进了狗的尸体内,随着将狗火化后,一切都烧成灰烬,所以他们才找不到作案工具,强哥赶紧再次来到小美家调查,回想起当时小美开门时,尝试着按下密码,果然打开了门,强哥拿走屋内的骨灰,可他不知道的是,此时的小美正在电梯内,强哥躲在一边叫住他,转身就进了电梯, 小美急忙进攻拿把刀追赶,两人在天桥上对峙,强哥拿出骨灰倒在手上,当他看到里面的姓名牌时,强哥彻底的震惊了,他用手掐住了女人的脖子,质问着姓名牌是从哪里得到的,小美说自己从醒来的时候手里,就算着这个东西,并且自己也没有任何的记忆,强哥拽下小美的一根头发,回到警局,让工作人员抓紧鉴定,没想到鉴定结果一出,强哥傻眼了,根据DNA比对,小美在13年前就已经死了,而凶手, 正是躺在医院的高级检察官阿北,强哥拿着小美的死亡证明,带着他来到他自己的墓地,小美这才发现,墓碑上的照片的确就是自己,而且还有他亲生母亲,他顿时就猛了,难道自己已经死了13年了,原来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,小美和他的母亲,早在13年前就被人残忍杀害了,凶手是一个叫老宋的人,但在当年案发现场,只找到了他母亲的尸体,并没有找到小美的尸体,所以强哥一直认为老宋不是凶手,凶手应该是专业的, 一条女性下手的检察官阿北,所以在昨天抓捕过程中,强哥一直逼问当年的真相,阿北却说当时小美逃走了,如果阿北所言非虚,那就说明13年前,他的确杀了小美的母亲,只不过小美趁机逃走了,可强哥还是不信,因为昨天警方在搜查他家时,意外发现一个神秘的盒子,里面竟然装了整整32张身份证,就像之前给记者展示的牙齿一样,原来阿北每次作案后, 都会把受害人的身份证,以及牙齿沾上血,作为战利品永久保存,而这其中就包括小美的身份证,所以强哥一直认为,小美是被阿北所杀,可昨天,当他看到骨灰盒里的姓名牌时,强哥第一次产生了怀疑,毕竟当年并没有找到小美的尸体,所以他才会拿小美头发,进行DNA比对,这才确定眼前的女人就是小美,原来她还活着, 然而现在的小美不知什么原因,已经迟疑,想不起来任何事,她看着自己的死亡证明,和DNA检测报告,又不得不接受现实,于是她暗自决定,准备亲自调查自己的死因,可问题是,警方当年公布的凶手是老宋,而强哥却说凶手是阿北,但阿北现在重伤住院昏迷不醒,她只能先从老宋下手,于是小美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,第一步,她先是伪造身份混进监狱食堂,刚好监狱正在举办犯人的厨艺大赛, 第二步小美假扮员工找到目标老宋,趁其不备偷偷将蛇毒滴入水中,不明所以的老宋倒入食言,尝了一口咸淡,几秒钟后果然毒性发作,老宋被紧急送往监狱医务室,第三步小美支开预警迷运医生,终于得到了和老宋独处的机会,她一脸邪魅的死死盯着老宋,直接一句话让老宋彻底蒙了,听说你13年前就把我杀死了,我回来找你了,老宋当时就下蒙了,原来当年警方在查案过程中,把所谓的作案工具放在她的家中, 并且冤枉她就是凶手,然而小美作为心理学博士毕业,一眼便看出老宋所言非虚,随后小美给她注射疗剂药,为了彻底确认阿伟就是凶手,小美当即决定要一闯警局,第一步她先找到自己的姓名牌,然后把强哥的指纹提取下来,第二步以自己记者的身份做掩护,借采访案件没有混进警局,她拿出制作的指纹模具,就这样打开了保管室的大门,随后寻找跟阿伟有关的证据,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证,这就说明,阿伟的确就是13年前, 承认杀害母亲和伤害自己的人,之后小美民运医院的看守刑警,找到阿伟所在的病房,接着拨通了强哥的电话,告诉他自己要彻底解决掉阿伟,强哥表示阿伟已经受到惩罚,并且也不想让小美成为杀人凶手,然而小美还是拿出神秘药剂,对准书液滴管打了进去,此时的强哥急往赶到医院,推开房门却发现小美早已不见,阿伟的氧气罩早已被摘掉,强哥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,就在他仔细观察阿伟是否活着时,阿伟却突 突然睁开了眼睛,此时的强哥彻底猛了,他根本就没注意到窗帘后的小美,接着小美拉开窗帘,他要问清阿伟杀害自己母亲的原因,强哥趁机按下呼叫床铃,随后两人来到外面,强哥一脸疑惑地问,这是怎么回事,原来阿伟一直都处于麻醉状态,而小美刚才注视的只是逆转剂,所以会中和阿伟体内的麻醉剂,自己也并没有打算碰下杀手,强哥一脸严肃地劝小美说道,现在你已经失去了以前痛苦的记忆,完全可以开启新的人生, 并且阿伟是个非常危险的人,实在没有必要再去招惹他,从而让自己陷入危险中,小美听到这些话后,露出了罕见的笑容,然而就在强哥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,以外又出现了,这具尸体突然睁开双眼,两名巡警来不及反应当场死亡,杀人后尸体迅速起身,拿走警察的对讲机,随后脱下外套,大摇大摆离开作案现场,强哥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进行调查,法医根据弹片分析,子弹出自一种十分罕见的强制, 并且强哥根据地上的痕迹,又拿起现场的衣服,发现侧面非常干净,没有任何血迹,他当即判定这是一场连环杀人案,凶手一定先是伪装成尸体,出其不意枪杀警察,报警电话应该也是凶手本人打滴,想到这里,强哥急忙调取报警的通话录音,果然发现了问题,凶手干净利落地说出案情重点,并且先控上显示,在作案后一点也不慌张,还警惕观察周围的情况, 这样的说话方式和行为,一定是反复训练才形成的,在结合枪支的问题,警方把目标锁定为退伍军人,强哥断定凶手短期内还会再次作案,果然第二天又一通报案电话打来,寻刑检查后并没有发现异常,然而就在他准备归队时,一个神秘男子向他走来,一枪打中他后,接着凶手再次从容逃离,强哥急忙赶到案发现场, 得知凶手这次时打中肚子,并没有一击毙命后,他意识到不对劲,回想昨天案发室是在晚上,并且视线不清楚,凶手都能击中要害,而这次大白天竟然朝着肚子开枪,而且被害人还活着,那么凶手如此大费周章,引警方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呢?随后一名警察又中枪倒地,这就是原因,眼前自己的同事多数都中枪倒地,强哥终于发现了凶手位置,在一顿无差别射击后,凶手收拾好装备准备逃离, 强哥在后面紧追不驶,就在这时,一辆越野车出现,凶手再次逃离现场,混乱中强哥记下了车牌,他通过找到黑客调查,发现竟然属于当地的美国驻军部队,随后强哥故意开车发生碰撞,就这样他混进了部队内部,在与对方长官沟通后表示,当天涉案的车辆属于肇事逃逸,趁着四周无人时,强哥终于拿到了凶手的资料,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,强哥发现了令他震惊的消息,凶手不是别人, 竟然是当年含冤入狱老宋的儿子,这是最可怕的直播,一名特警居然跪在地上,而暴徒更是扬言,每一分钟就要干掉一个警察,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,就要在全国同步直播屠杀现场,此时警队高官正在办公室观看,然而凶手的诉求,竟然只是要见自己父亲一面,为了不引起更大的恐慌,警方当即决定安排老宋前去现场, 接着强哥来到监狱和他谈话,并和他说明了现在的情况,同时强哥也不希望再有无辜的人遇害,没想到老宋却对警方不抱有希望,强哥一再强调,只要他儿子现在放弃抵抗选择自首,自己就会帮他争取宽大处理,随后警察压着老宋来到现场,接着他用喇叭对着自己儿子喊话,强哥带着老宋慢慢走过去, 这是两父子十三年来第一次相见,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,现场直接就乱揍一团,接着父子俩趁机逃走,反应过来的强哥急忙抓住两人,然而老宋也劝儿子赶紧自首,可随着一声枪响,老宋应声倒地,强哥定睛一看,开枪的正是自己的刑警队长,随后强哥狠狠的一拳打在他脸上,悲痛欲血的儿子当即逃走,强哥在后面紧追不舍,就在此时,一列火车驶来,小宋彻底消失在街头,接着强哥便质问队长, 刚才被和要痛下杀手,队长却表示自己只是在正当防卫,而且死的也不过是个囚犯而已,这下彻底激怒了强哥,当天下午,小宋出现在地铁站,强哥急忙赶到现场,在包围下,小宋慢慢地举起双手,挤开衣服,里面竟然是一枚遥控炸弹,接着他用手拔掉控制引线,一旦警方用枪击中他的手,那么遥控炸弹就会当场引爆,而爆炸半径则足足有三十米的范围,小宋的目标,正是杀害自己父亲的警队长, 强哥示意特警不要轻举妄动,接着对小宋说道,他父亲有一物留给他,想要的话就跟自己一起进来,随后向车厢内走去,强哥拿出那副两人的合照,表示要换小宋身上的炸弹,否则自己就毁掉这谨慎的遗物,小宋赶紧放下手中的枪,并且重新插上控制引线,脱下身上的遥控炸弹,就在两人准备交换时,小宋突然出手打倒强哥,他终于拿到了那份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合照, 他接下来要去当地最大的商场,来引爆这个遥控炸弹,这样才能让警方重视当年的过错,以及调查枪杀自己父亲的刑警队长,强哥眼见劝说无效,寒泪开着他,随着枪声响起,警队总部也都鼓起掌声,尤其是刑警队长叫得更开心,可意外的是,随后他竟然独自一人来到了医院, 而他见的人正是前检察官阿伟,一个连杀三十二人的凶手,要如何从看守严密的医院里逃出来呢,第一步阿伟先对看守警员说道,想要找到被刺激杀掉的人的尸体,他必须见到刑警队长才会交代,第二步他威胁赶来的刑警队长,要求对方想办法放自己出去,否则他就会承认是自己杀了,小美母亲,这样队长当年驱打成招的事实,以及帮助自己消灭证据都会曝光,随后成功伪装成尸体,在看守警员的眼皮底下逃走, 然而刚离开没多久,阿伟又露出了邪的一面,他先是残忍把救护车司机干掉,接着第一时间就拨通强哥电话,强哥以为阿伟要去伤害小美,于是急忙赶到小美家,然而就在此时,强哥电话再次响起,没有想到阿伟选择对他前妻下手,之前强哥担心自己查案会引来报复,所以才会和他深爱的女人分开,而阿伟偏偏偏戳中了强哥的弱点,此时正坐在沙发上,寻找作为战利品的身份证,接着警方发现了阿伟的抛尸地点, 同时正在调查被他抢走的车辆轨迹,最后强哥来到重点排查区域,刚好发现一辆可疑的救护车,强哥定行一看,正是杀了自己前妻的阿伟,接着上车立即开始追赶,然而在碰撞中,强哥车辆失去控制,就这样被阿伟逃走,接着通过黑客查到救护车的定位,上面显示正开往附近的一家商场,强哥赶到立即下车追赶,始终找不到阿伟的踪迹,警方立即封锁出入口, 开始对所有车辆进行检查,并且守在大楼唯一的出口,就在此时,一阵慌乱传来,没想到阿伟正在商场大开杀机,接着又随机挑选无辜的女人,拿着锤子就砸了下去,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引起骚动,随后一个可疑男子跟着人群跑出, 却立刻被冷静了强哥叫住,阿伟眼见暴露,转身就跑,推走一旁的女人,直接消于副驾驶的炮灰男,强哥开车在后面紧追不舍,追逐中两人冲进正在维修的道路,眼见前面被封死,阿伟只能停车,没想到他下车后竟然举起双手,而强哥面无表情地看着他,此时阿伟还在嘲讽强哥,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,可话音刚落,随后强哥拿出打火机,阿伟的脸上充满了震惊,一声爆炸声响起, 两人就这样消失在火光中,然而就在这时,一个神秘人出现了,深夜里女孩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,突然一个戴面具的男人,出现在背后死死盯着他,女孩本能地向后退,伴随着一声惨叫,女孩当场失去抵抗的能力,然后被面具男慢慢地拖走,接着他拽下女孩的项链放在手上,仔细观察,又立即举起刀痛下杀手,然而在作案之后,面具男却并没有马上逃走,而是留下一张纸条,上面赫然写着我就是阿伟,我从地狱回来了, 强哥接到报案来到案发现场调查,在仔细检查尸体后,发现死者脖子上有个电流斑,那就说明凶手先用电棍基因受害者,最后对着脖子进行致命一击,然而强哥反复观看案发后的清空,发现刚才的围观群众都看向案发现场,而唯独一个男人坐在角落,他的目光则看向现场的每个人,这种反常的表现吸引到了强哥,根据自己多年的破案经验,强哥断定这就是场连环杀人案, 果然第二个遇害者马上出现,作案手法和上一期案件相同,随后强哥面对记者的采访时,发现监控中的男人就在不远处,而男人也发现强哥在注意他,转身快步离去,强哥急忙打电话叫支援,随后在后面紧跟着,他来到仓库后却不见踪影,强哥只发现扔在一旁的衣服, 就在这时,面具男再次出现,接着用电棍把强哥击倒,就在准备最后一击时,强哥死死咬住他的胳膊,恰巧徒弟也及时赶到,强哥留下了面具男的DNA,然而回到警局后,意外发生了,凶手正在进行全国直播,他将随机挑选作案目标,开门后直接把女人电影,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他杀害,这一幕刚好被警方找来的幸存者看到,女人在不久前遭遇袭击,由于当时被路人所救才幸免云难,为了保护唯一的幸存者, 女警员决定上楼安抚他的情绪,强哥徒弟则独自一人在楼下等待,然而就在他上车后,意外却发生了,与此同时,警方为了避免恐慌,当即召开了记者发布会,首先说明面具男不是阿伯,因为两者的作案手法根本不同,并且在之前的爆炸中,法医在现场也发现了骨灰,虽然不能通过DNA进行比对,但当时救走强哥的人正是小美,他也没发现阿伯有活着的迹象,那就说明新的三起案件只是模仿犯罪,而面具男则另有其人,就在此时, 强哥接到了个匿名电话,对方开口就是一句,你最看好的徒弟在我手里,你想让他怎么死呢?他先把双手牢牢地绑在铁管上,又挑选合适的折磨工具,随后他拿着喷火箱慢慢靠近,他要狠狠地折磨这个行警,房间内传来一阵惨叫声,折磨过后,他摘下面去,脸上却露出了更加兴奋的表情,接着他用刀扎破蒸汽管道,又打开隔壁房间的加热开关,这样关押行警的房间,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炉,看着满满一石子滚烫的 水,他才放心地离开,然而一名刑警被绑架在警局,引起了很大的波动,强哥经过调查三名受害者身份,终于分析出几人的共同特点,那就是八年前都曾出入过警局,虽然都不是什么大案,在警局简单处理就被放走,然而强哥却发现一个重要信息,那就是他们的负责警官都是同一个人,接着通过当年的录像视频得知,先前遇害的三人正是当时动手的女孩,看来凶手并不是随机挑选目标, 而恰恰是有预谋的复仇,强哥立即找到面具男的妻子,没想到女人对刺激老公非常信任,根本不相信他会是连环杀手,女人在看到强哥手中的遇害者照片时,一般发现之前老公送给刺激的项链,竟然和遇害者的项链一模一样,这才相信了强哥所说的一切,同时说男人从警队被辞退后,曾经营过一家洗浴中心,根据女人提供的地址,强哥感到发现此时屋内充满争气,终于看到了被绑架的徒弟,随后他拿起扳手用力� 他拿开锁链,虽然把徒弟成功送到医院抢救,可现在还是没有面具男的踪迹,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,强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,其实当年的视频中,还有第四个人的存在,那就是拿手机录像的人,也正是他们之前找来配合的女孩,然而强哥早在第一次见面时,就在他身上偷偷放了追踪器,一旦发现定位出现在偏僻位置,那就说明凶手找上了他,强哥等的就是现在这个时机,正当面具男打算对女孩下手时,一辆车突然冲进仓库,没错来的人正是强哥, 强哥在摘下凶手的面具后,强哥只是在一旁冷冷的看着,可凶手没有了面具的伪装,他根本不敢动手杀人,强哥一拳将他打倒,然而女孩受到惊吓,向外面跑去,强哥赶紧出去寻找,并没发现踪影,就在他返回仓库后,却发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,那个连环杀手躺在地上死了,而在他旁边的巨人是小美,小美看着眼前的尸体,脸上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,随后警方到达现场将小美带走,由于现场根本没有监控,现在也没办法 确认小美的犯罪事实,但是杀人凶器上的确有她的指纹,对于这点小美并没有否认,冷静地表示发三是自己的没错,那上面有她的指纹不是应该的吗,眼见着审讯毫无进展,小美却说出了令大家都震惊的消息,那就是二位根本没有死,并且是在自己眼前把面具男杀了,当时的现场还有个重要目击者,想要确认小美说的是否属实,那就只有一个办法,找到目击现场的女孩,但现在问题又来了,警方在仓库周围,没找到女孩的踪迹,意外的是, 强哥发现地上有可疑的刹车痕迹,通过黑客调取附近的监控显示,当天晚上一共有三辆车经过,而其中的一辆属于走私车,强哥通过调查得知,这是个走私钻石的犯罪团伙,专挑女性下手,经过折磨毒打后将其变成带火工具,而团伙的头目,恰巧还被强哥队长逮捕过,随后强哥找到队长直接摊牌,询问他是否知道这个团伙,没想到队长直截了当地说,目击女孩正是走私团伙抓走的,而现在想要救那个女孩,只有一个 办法就是用不久前缴获的钻石来换,强哥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,当其决定偷走针物钻石,他先将警局的宫殿设施破坏,又来到存放针物的办公室,在桌子上面发现了保险柜密码,就这样将钻石偷了出来,随后让队长联系头目约定见面地点,第二天交易时果然看到了对方,在确认女孩安全后,强哥铤而走险从桥上滑了下去,在搏斗的过程中,他把追踪器放在其中一人身上,没一会,几个人就都被强哥打倒在地,然而就在这时 这时意外发生了,队长手中的钻石被对方抢走,强哥为了尽快洗脱小美的嫌疑,只能先把女孩带到警局,在指认杀人凶手证实阿伟后,小美也顺利地被释放出来,然而却在女孩口中得知,强哥为了救自己,违反警局的规定偷走证物,小美警告女孩,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,接着便和强哥前去寻找钻石,通过追踪系上的定位,很快找到对方,随后两人一脸轻松地下车,各自挑起了合适的武器,面对这种神仙组合,对面的走私团伙 根本不是对手,随着小美举起大锤砸下去,这场战争也终于结束,没有任何权念,两人拿回了钻石,然而此时的队长,却告发了强哥偷正午的事实,就在一行人刚进入办公室时,防火喷头意外响起,接着小美拿着雨伞走进屋内,顺利地把正午钻石放回原位,就在两人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时,强哥却接到了阿伟的电话,对方直接就是一句,我和小美在13年前是共犯,当年阿伟用脚死死踩在女孩身上,随后一刀一刀的捅向女孩, 更诡异的是每一期都避开要害,很显然她在享受这个过程,阿伟又拿出暴力的身份证,她要作为战利品永久保存,就在她准备结束这个游戏时,突然一阵电话铃声传来,她满脸疑惑地看向远处,而此时的女孩根本不敢相信,自己亲眼目击了一场杀人案件,这个女孩正是13年前的小美,为了能让自己更加兴奋,阿伟不仅用刀在背后威胁她,并且还让小美杀掉眼前的女孩,接着她控制小美捅向女孩,阿伟的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, 表示现在自己和小美是共犯,随后便放小美离开,然而令阿伟没想到的是,当时目击现场的布置小美一人,还有另外一个女孩,两人在简单商量过后,决定隐瞒这个事情,第二天警方接到路人报案,来到现场的正是年纪的强哥,然而强哥在查找线索时,却发现远处有个女孩的身影,晚上强哥再次回到案发现场,意外发现了白天遇到的女孩,追逐钟小美直接跳入河中,强哥也毫不犹豫地跳下去,随后将她成功救上案, 也终于知道了小美的名次,在强哥的一再追问下,小美说当天自己的确看到了凶手,但对方是当地有名的富二代,自己如果选择作为目击证人,那就难免会遭到对方的报复,然而强哥依旧不想放弃,表示自己有个跟她同岁的妹妹,需要小美告诉她凶手的名次,自己一定会替小美保密,第二天意外却发生了,警区内来了位自称目击者的女孩,但脸强哥意外的是,目击者正是自己的亲妹妹,强哥深知致人凶手的风险, 于是她做了个令她后悔终身的决定,首先,先和小美说她母亲和别人发生争吵,正在警局接受调查,就这样成功将小美骗到警局,随后拨通队长的电话,说案件的目击着小美来到警局,来到隔壁房间,让自己妹妹不要发出声响,随后和小美一起等队长,过来然而令强哥没想到的是,队长想讨好身为富二代的阿美, 竟然把她直接领到警局,当面和小美对峙,随后强哥让妹妹去首尔的亲戚家,没想到却被小美发现,强哥赶紧上嫌解释,并说自己一定会保护她的安全,不久后阿美果然选择了报复,令强哥震惊的是,现场只发现了小美母亲的尸体,然而小美却下落不明,此时的她根本不会知道,自己会在13年后重新遇到小美,并且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失控,一个连杀32人的高级检察官,要如何变成别人的模范老公呢,第一步她先偷走对方的手机, 冒充身份给对方的妻子发消息,告诉她自己现在正准备回家,第二步来到超市,按照妻子的要求购买食材,来到手机中记录的家庭位置,随后拿出对方的门禁卡,打开门锁,她进到屋内,摘下头盔,面对妻子的质问,她面无表情,她拿着手里的锤子慢慢靠近,随着一声惨叫过后,第二天女人死在自己家中,强哥来到案发现场进行勘察,却发现一个不对劲的地方,所有的照片中都是夫妻二人,唯独其中一张照片是其他女人, 并且上面的时间是在三天后,强哥回到警局,立刻对遇害者丈夫进行调查,男人表示自己下班后才发现手机丢了,并且家中的门禁卡也消失不见,至于那张照片中的女人,也不是自己和妻子所拍,随后通过调查附近的监控显示,很快便发现一个可疑男人,有多个地方都发现了他的踪迹,但由于对方全程戴着头盔,根本无法确定他的身份,强哥赶紧找到法医询问鉴定结果, 却得到了令他震惊的消息,根据指纹比对,神秘的黑衣人正式消失的阿伟,然而在之前的所有案件中,每次阿伟都会把现场处理干净,不会留下任何线索,那就说明这是他故意留下的史文,显然是对警方明目张胆的挑衅,那么问题来了,阿伟留在现场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呢? 强哥意识到可能会是预言杀人,然而照片上能提供的信息太少了,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,强哥发现照片中有一处细节,在放大调高清晰度之后,出现了一串窗户框的编码,并且致是某小区才有的窗户,很快便锁定了小区位置,众人赶紧挨家挨户进行调查,随着越来越接近预言照片中的时间,强哥当即做了个大胆决定,就在强哥发现照片中的房间时,走进屋内却发现女人早已死亡,并且在现场又留下一张照 然而就在这时,小美突然来到现场,强哥质问小美为何会出现在这里,小美解释自己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,突然一通电话打断两人的对话,强哥赶紧顺着绳索滑下来,又拿起地上的铁管抄进道追赶阿伟,慌乱中阿伟随即找个路人下手,就这样他再次成功逃脱,随后强哥回到警局,经过调查,终于找到了阿伟父亲留下的五处遗产,经过商议,警方决定马上扑袭围捕,然而阿伟却接到了刑警队长的电话,对方开口就是一句, 警方现在知道你藏在哪了,你马上离开那个地方,强哥赶到现场后,果然阿伟早已消失不见,就在他搜查现场时,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,因为照片中的女孩,正是自己的亲妹妹,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,这天小美正在家里翻看资料,徒人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巴,可诡异的是小美没受到任何伤害,反而在地上绑着的正是袭击她的人,并且男人已是杀害她亲生母亲的凶手,女人先是拿出发三用力的捅下去,房间内传来一阵惨叫, 她要知道凶手杀害自己母亲的原因,随后她准备再次捅下去时,阿伟终于说出了原因,是因为当时母亲恰好回家,阻拦了自己的行凶过程,没办法才选择杀人灭口,在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,小美赶紧给刑警强哥打电话,并说自己打算一会就处理掉阿伟,接着拿出电棍折摸她,阿伟继续说这当年的行凶过程,然而此时的小美仿佛想起了什么,阿伟见状继续刺激小美,她晃动绑住自己的铁栏, 轮起来狠狠地砸向小美,她拿起一块碎玻璃,割蛋绑住双手的束缚,又冲着受伤的小美走来,拿起一旁的窗帘缠住小美,然而就在此时强客赶来,阿伟用力地将小美推向窗户,自己则再次逃离现场,她先是被装成送货司机躲过检查, 然后拨通刑警队长的电话,威胁道,自己手中有当时两人在医院里的录音,并且13年前,队长还收了自己家的三亿韩元,现在要求队长再帮她最后一次,因为如果自己被抓,那队长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公布出来,没办法,她只能按照阿伟的要求来监视,到强哥妹妹的蛋糕店吸引注意,阿伟从背后打倒强哥的手下,拿走她的佩,随后绑走强哥妹妹,阿伟又给小美发短信,上面写出想要找回记忆,就过来找我,与此同时,强哥也少了, 收到阿伟短信,把小美绑在凳子之后,开始对两人进行介绍,原来小美当年在跑出案发现场后,在路边遭遇了车祸,脸部做了完全的整容手术,所以样貌才会大变,而头部由于受到撞击,失去了之前的记忆,阿伟来到隔壁房间,发现强哥已经赶到,小美拿出事先藏好的剪刀,剪断绑住双脚的束缚,她翻着阿伟留下的包把刀拿出来,两人又偷偷来到楼梯口,此时强哥终于跑进楼内,推开房间便看到阿伟用枪指着两人, 阿伟接下来的话震惊了强哥,这两个对你最重要的人,只能活下来一个,你要选谁呢?一边是自己直系血缘的妹妹,另一边则是亏欠了13年的女人,随后她表示选择妹妹,小美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,就在阿伟准备开枪时,妹妹突然冲向阿伟,接着强哥直接扑过去,一拳一拳地打在阿伟的脸上,面对这个杀害自己妻子的仇人,强哥终于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,阿伟趁机偷袭她,随后在背后死死了一主强哥,小美举起手中的枪, 一声枪响传来,强哥两人倒在地上,随后阿伟彻底去领盒饭了,我敢保证不会再复活了,随着强哥在医院醒来,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小美,此时她还处于昏迷中,然而妹妹却不赞同强哥的做法,她知道那时强哥,是故意说出小美名字,来刺激刺激冲向阿伟,不过小美肯定不知道强哥的初衷,两人都没注意到,小美早已恢复一事,接着警方调查阿伟被枪杀,也认定强哥属于正当防卫,不存在任何过错,就这样强哥开始了病假生活, 然而就在此时,一般又发生了,两个新婚夫妇正在车里规划未来,一个男人撞的后视镜,接着卷毛不停地拍打汽车,男人刚走下车去理论,没想到同伙突然出现,对方拿着铁棍狠狠打向男人,眼见着妻子即将遭遇不幸,男人只能无助地跪在地上,突然拖走女人的同伙跑下来,一个神秘男人出现眼前,举起铁棍狠狠地砸了下去,接着又去追逃跑的卷毛,男人挥舞着手中的铁棍,直接对着卷毛冲了过去,第二天警方赶到现 现场开始调查,发现死去的其中一人曾是惯犯,涉嫌侵害女孩进过监狱,最后通过合集很快又被放出来,而剩下的两人也都放过相似案件,与此同时,一场直播吸引了大家注意,卷毛在镜头前坦白了自己的所有罪行,神秘男人发起投票活动,那就是24小时内,任何人都可以决定卷毛的生死,他又说出了最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要求强哥来负责此案,并且自己会推示24小时,在宣布投票结果,强哥看到后,立即调取了凶手的犯罪记录, 想看看这个被绑架的凶手,到底犯过什么罪,结果没想到,在警方掌握的视频中,意外发现,凶手此时被关押的地点,既然和他曾经作案时的房间一模一样,警方当即决定案图索机,全力搜捕视频拍摄者,终于在几小时后将嫌疑人抓捕归案,强哥轻松制服男人后,立即询问他视频中的位置到底是哪,嫌疑人说出详细地址后,强哥立即带人赶往现场,然而此时直播倒计时刚好结束,处决卷毛的劫值率高达75%,被害人家属看到 投票结果,给凶手戴上头套,紧紧绑住绳子,一脚踢开下面的木凳,与此同时,强哥终于赶到,追逐中男人推开赶来的群警,两人跑到天台,眼见着前面无路可走,他奋起一跃跳了过去,强哥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,男人表示,这些猎气斑斑的罪犯,就不会活在世上,因为他们被抓后,会让同国强迫受害者家属,达成和解协议,建议险兴提前出狱,但他们根本就不应该被放入监狱,否则就会有更多无辜过的人遇害, 说完后就逃离了现场,强哥回到警局,回想着男人说的话,怀疑他可能还会作案,这是突然灵光一闪,他找到同事,调取白天直播的网站域名,注意看上面显示的是2019-0125,能够立即意识到,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下个目标的出狱时间,于是通过筛选,1月25日共有535人出狱,但好小不小,其中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,减兴出狱的仅仅只有一人,不用猜这个人肯定就是下个目标,警方赶紧调出, 与这名惯犯有关的所有案件,终于锁定了神秘人的身份,原来,男人的妻子在八年前被人侮辱和杀害,而罪犯却凭借酒后意识不清为由,仅仅在监狱待了八年,强哥立即赶到监狱和罪犯见面,对话中他对自己所犯下的错并无悔恨,强哥意识到,眼前这人简直就是阿伟翻版,第二天到了罪犯出狱的日子,为了保证他的安全,强哥把他护送到自己家里,就在此时,神秘男人突然出现, 原来早在出狱时,男人就一路跟随,而强哥也早已和他交换衣服,男人在楼梯里将罪犯抓住,并把他带到天台上,举起手中的铁锅狠狠地砸下去,在亲手了结这个杀妻仇人之后,男人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,就在强哥以为一切都结束时,在宴醒来后的小美,第一时间打通强哥电话,两人见面后,小美开口说道, 我的记忆全都恢复了,如果想让我原谅你,那就帮我做一件事,查出杀害我养父母的凶手到底是谁,并且让强哥一定要查出作案动机,自己会等着这个最终结果,说完便转身离开,强哥回到家发现门口有蛋糕盒,打开后却发现竟然是把锤子,强哥赶紧找到法医进行鉴定,经过检测发现,锤子上的血迹与小美养父母低音一致,那就说明这的确就是当时的杀人凶器,强哥断定,这只凶手在火化狗的尸体前, 将凶器拿了出来作为保存,那么问题来了,现在作案工具上根本提取不到指纹,所以只能从购买渠道下手,手下经过走访市场得知,这把锤子是进口商品,很多地方根本买不到,就在这时,手下在一家用品店发现同款,通过与老板对话得知,不久前确实卖过一把,因为这种锤子买的人太少,所以自己的记忆才会深刻,随后拿走店里的监控,回到警局后观看,发现当天的购买人正是小美,强哥马上开始分析,现在不确定小美, 买的锤子,是否就是作案工具,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,一个神秘人走进警局,对方开口就是一句,我是来自首的,是我杀了那对夫妇,强哥马上对他展开询问,既然已经准备自首,那为何还要给自己留些凶器,男人表示是为了加快破案进展,当被问到作案动机时,男人讲起了他的故事,自己一直都在小美养父母的工厂上班,辛辛苦苦工作二十多年,终于熬到了副厂长的位置,可不久前由于经营不善,工厂即将面临破产, 而欠一下的债务责备转移到自己身上,同时恰巧发现自己得来症晚期,得知剩下的十日不多后,他去找小美养父母理论,却再次遭到对方的羞辱,所以才选择了报复,当天,他先是通过后门进去,给狗打了麻醉针,自己非常熟悉两人的生活习惯,毫不费力的就完成作案,再将凶器和衣服塞进狗的尸体,火化前自己又将凶器取出来,然而此时,黑客却找到了男人的不在场证明, 通过调查,他家的无线路由器显示,在案发当天男人正在家里,因为只要手机连过无线网络以后,美在这个范围内就会自动联接,而通过调取路由器上,看到具体的日期和时间,强哥当即决定重审男人,强哥继续逼问男人真相,随后便说出了一段令他震惊的事实, 当年小美被这对夫妇领养,仅仅因为小美叫了声妈妈,就被妈妈狠狠拽住头发,像垃圾一样被扔进地下室,女人关上铁门并且紧紧扣上锁头,又关上第二扇门,然而眼前的小美却不知道自己坐在哪,十分无助地蜷缩在地下室,第二天便被父母送去留学,甚至就连多一秒钟都不想见到小美,小美十分茫然地看着这一幕,这天留学归来的小美回家时,碰巧遇到养妇场中的主任辞职,回到屋内,却听到令她震惊的一番话,小美想 想起这么多年自己的遭遇,意识到不对,她当即决定去找主任询问,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,在主任的讲述中,终于知道了自己惨遭虐待的原因,十三年前,小美刚从家里逃出来,就遭遇车祸,而撞她的人正是年轻的养父,令人气愤的是,撞人后不仅没选择救人,反而找到主任,让她替自己处理掉小美,以保证事情不会败露,她把车开到偏僻的位置,正准备拿出机油时,却发现小美还活着,于心不忍的主任,便把小美放到医院门口,没多久, 有厂长问起她时,老师的主任便实话是说,自己把小美送去了医院,并且也没有生命危险,可令她没想到的是,那对狠心的夫妇还不放心,找遍了周围所有的孤儿院,为了掩盖当时的罪行,竟然领养了自己本来要杀掉的女孩,从那以后迎接小美的便是无羞耻的虐待,当小美得知真相后,第二天就将这对夫妇杀害,而主任因为患了癌症,时日无多,同时认为小美如此悲惨,正是因为自己的原因,所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,才会选择替小美承担罪行, 强哥知道了一切真相后,赶紧拨通小美电话,随后两人来到桥上见面,小美说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,让她一度怀疑自己的人生,但是自从遇到强哥后,她才知道什么是被人照顾的感觉,让强哥去调查真相,也是为了让她更加了解自己,但是强哥还打算把小美抓捕归案,因为她要对得起警察这两个字,此时小美的心力彻底对她失望,突然小美用力一推,强哥慢慢闭上双眼,又松开双手,两人就这样掉入海中,时间来到一年后, 强哥带着手下刚调查完案子,却突然感到远处的车有些不对劲,同时车内的女人摘下发散,就这样在远处注视着强哥,而强哥仿佛想到了什么,会心一笑,转身离开, 反正提早在这些东西之间,却突然感到远备了不良好,会心一笑,是否有点事故事有没有不可能,好的,